大家好我是阿波 大家都說我們每次都吃台南在地的東西 覺得有點可惜啦 因為蠻多人信任我的口味啦 所以他想說 我們想說來吃一個大家都看過的這些廠牌 然後稍微評評一下 分析給大家聽說不定可以給你 那我們這次選擇了五家知名連鎖店 分別是胖老爹 然後KLG KFC 肯叉雞 還有賣差勞 賣差勞 金狗門 還有這個 近期創期的 Monstage 欸 這不問你怎麼回答了 我怎麼回答了 它是紙盒啦 欸它很純欸 你等一下彈起來整個掉光光在那邊有啊 嚇死 這一次我們的評比 因為大家評比都是好吃或不好吃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加入主觀跟客觀 主觀呢就是我本人 我覺得好吃或不好吃 或是說我吃起來口味喜不喜歡嗎 可是客觀就是包含什麼 不是 不是那個客戰裡面的客觀啊 就是 如果你想要知道它的重量啊或是一些其他相關的資訊 就是全部都給你 那第一家要看哪一個 第一家喔 我覺得 不然 麥當勞好了啦 對賣差勞 差一點 差一點字 賣差勞賣差勞 再看我們 賣脆雞腿辣味跟 賣脆雞腿原味 都一樣啦 我們都是買一腿一塊 只有毛斯塔奇是一定要買半隻雞而已 對啦 他要9塊 他一直要買9塊 好啦 進麥當勞片頭了啦 麥當勞是全世界最大的數十領導品牌 最早的麥當勞是沒有炸雞的 想要吃炸雞可能就要去肯德基小騎市 我想應該是對手實在太強大了 所以出炸雞與他們抗衡 前期的炸雞雖然評價不佳 但是目前的麥翠雞 那特殊的外皮啊 還是有一群始終的本師擁護者 都是為你 麥當勞都是為你 我們回到現場 你知道我哥好像沒有在 在中國大陸那邊使用對不對 對啊應該是沒有啦 他怎麼敢用 我們在台灣都很少聽到了 真的 麥當勞都是為你 人家懷念都已經被下架了 真的 極大到會神奇的 不要不要不要 還是不要用好了 我們是不是要現在做一個主觀的測試啊 對啊 來先測長度吧 長度喔 我們量雞腿 雞腿長度比較好 人家不是說XX比雞腿嗎 對啊 給那個BG腿對不對 來喔來喔來喔 我熟悉過了 反正是我吃嘛 沒差 來喔 來來來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來B飯最紀錄啦 這個有多長 我們幫他量長寬高啦 這個有多長 是不是12公分啊 差不多12欸齁 12公分12公分 這個沒有到鄉民水準 沒錯 至少要30嘛 真的太弱了太弱了 OK 啊除了長度之外 我們是不是要量一下的重量 對 來來來 你先補畫面 我來負責開這個 我來幫你去犯罪紀錄啦 對喔 來給他正面 側面 對不對 沒錯 你買這個真的假鬼假怪捏 我只有在藥局看過而已 你真是太專業了這個 量重量了啦 快點啦 好啦我來貼咩 我手油油的啦 到底要多久 手油油 他到底有幾層蓋子啊 你這實驗的齁 整的牛 整的玩具齁 好那我 放在這裡好了 我把它收一下 對你啦 盤子 我先放上去齁 好 開機啊 好 然後我先 歸零 零星 零零 欸等一下 等一下 給他一點時間 沒有啦你要放著啦 他直接歸零來 本來就是啊 放上去直接打開他就歸零了 本來就是啊 不是不可以放秤喔 沒有啊 通常都按歸零啊 你正他爽喔 欸說成這樣 你跟他鄉下人生氣 齁 你比正他爽比較緊張嘛 這樣也知道 這樣 鄉下人我驕傲 來喔要來囉 放上去 來看一下 來來來我幫大家補合畫面 多重啊 我來看一下 96.85 96.85 包含骨頭的重量 對 不包含那個盤子 齁 已經歸零過了 96.85 我們把腿塊也拿出來量一下 好啊好啊 這一塊是紅色袋子嗎 對 紅色袋子是辣味喔 然後這個是一般原味的 你感覺他的 原味這種好像會比較重喔 拿起來就比較扯 那是因為他是腿塊吧 跟原味沒關係吧 沒有很多 沒有啦我就說 就是腿塊這一塊 差很多耶 腿塊是156.15耶 差了快60對不對 對啊 可是腿塊的骨頭也蠻多的啊 對啊 腿塊的那個下面那一塊 就是基本都是骨頭 好像 這樣比起來 也不知道買哪一個比較好 算 等一下吃吃看就知道 那我們先品嘗一下它的美味 麥茶老 恩 這是辣味的 恩 這都蠻重的耶 麥當勞就是要吃辣味的啊 恩 打一塊打一塊 很甜麵喝 抱歉 抱歉 有沒有 肉還蠻多的 而且 它的那個 外面的粉皮啊 一直進化一進化到現在 比較不會像之前 厚 但是厚的不行 那種感覺 但是它肉汁真的比較少啊 因為 可能 雞汁 因為它很動作 所以它的雞汁挺比較偏少 其實不是耶 不是嗎 你都不知道麥當勞的雞怎麼煮熟對不對 怎麼煮 蒸熟的 蒸熟的喔 它是在原廠裡面先把那個粉啊 什麼東西都先弄好 半熟 沒有沒有 蒸熟 全熟 它有發貴心不搞 它是蒸熟 然後去現場就直接解凍跟油炸 瞬間把它就比較瓶風脆了耶 恩 所以它的肉是在裡面已經是熟了 早就熟了 好啦 那我趕快先把它乾掉 等一下呢 就訂下一個 肯德基來台已遇32年 已經造就全台炸雞年銷量 可以達8000座101的好成績 美味炸雞的秘訣來自於新鮮手作 還有商德士上校蜜製的11種香料 還有七十七的果粉手法 其中在04年05年拍了一系列的 這不是肯德基 讓大家朗朗上口 這是你最愛的炸雞耶 快趁熱吃了 這不是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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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畫質也太雜了吧 我本來還要找第一部好不好 第一部是小朋友在電影院的 喔有印象 但是那個畫質真的 放上來應該 我找不到不是不想放 是完全找不到 沒辦法啦 你看一系列超多部的耶 其實肯德基的廣告都有肯 還有軍官片 然後還有一個探監片 最後一餐的 欸 欸 它怎麼好像比較小吃一點點 欸明顯喔很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 身高的 嗯 皮比較薄 然後脆感比較重 然後肉汁呢你看 好像很長 看我 看看那個肉汁 它是比較屬於肉汁的那種雞肉 所以你這樣吃起來 那個鮮甜味比較有啊 如果你這樣 雖然說它重量比較沒有那麼重 但是 如果以好吃程度的話 我覺得肯德基目前小贏喔 KLG又稱為快樂基 和肯德基相似 但是價格更為便宜 老闆在受訪時曾經表示 他的靈感的確來自於肯德基 而是學習並非抄襲 其中肯德基還為此拍了一個廣告 這不是肯德基 與之抗衡 原來他的名字 叫做快樂基耶 我吃那麼久我不知道耶 我想說KLG 阿就是 訪貌品 老闆有時候還是學習 工人訪貌 對啦 所有的靈感還是去學習嗎 我們先學習他人 然後再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像他們的台客炸雞 我就覺得 創造的蠻不錯的啦 那我們先來 主觀的看一下它的動量 吃看看吃他們 其實它那個這種 零片的那個 炸雞的那個脆片啊 其實很多人說 這是它好吃的來源 就看到像不像零片 就一片一片這樣 零片也是從肯德基來的 阿對對對對對 你可以拿肯德基的那個雞塊來比 它其實也是有零片 可是肯德基的好像它的零片現在修得比較沒有那麼厚 厚實的這種 脆片到底 口感如何 還有 唉唷 唉唷 好脆喔 嗯 大小到夾了 所以趕快回去夾 來來來 我再嘗一下 這個肉汁 這個畫面 為什麼要補那麼小 因為我還在咬 欸 它已經有稍微被我們稍微小放一下 那個肉汁那個畫面 這樣子擠起來的話 喜歡變重口味的 KLB非常適合 要不然我們下一家 整款的胖老爹好了 我們去胖老爹的片口 胖老爹美式炸雞 原名為HOT199美式炸雞 胖老爹的特色在於提供現炸的炸雞 只要吃到現炸而不能掉的炸雞 是需要付出代價 代價就是等待 因此胖老爹的炸雞 可以說是成功利用飢餓行銷 營造出這是一份需要等待的人氣美食 剛才比較久 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要等多久對不對 等多久 二十分鐘 這叫我去檢討啦 一個人都沒有只有我這一份啦 現在熱炒這樣過對不對 對啊 欸 當初什麼二十分鐘 不好意思兩個小時都在哪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賣完了 欸真的欸 當初 他剛剛有講嘛 這是需要等待的美食 沒錯 從他開到現在我都還沒開吃 你沒吃過 欸因為排不到對不對 因為排隊我就來打排了 然後後來是熱炒過了 欸你也當忘他了 欸有胖老爹 我有吃過嗎 好像也不知道了 他就說算了就算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公平的比比看 沒錯還他一個公道 欸他是很紮實很棒的 說不定他的長度很長啊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 還好 是獨打就是現炸嗎 我們來吃吃看 現炸的肉汁如何 有 打下去那個 水嫩的感覺就有出完 真的 水嫩水嫩打 看一下看一下 欸又不到膠 欸一絲膠 再一次 刷子我整個拿著 有沒有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水嫩的概念 然後呢 它的口味沒有很鹹 不過皮喔 它因為肉汁比較多 所以稍微放到的時候 會慢慢往外進食 所以皮沒有那麼脆 有一點口 這樣胖老爹的腿塊是最小塊喔 嗯 這樣胖老爹要加腿 真的 一家創立於所有的韓式炸雞 16年首度將觸角升向國際 於台灣開設第一家海外巨點 其裡面為為顧客設想 如同母親手作的心意 精心準備一頓飯 提供最高的品質 現點現做 應該是最道地的韓國口味吧 應該吧 稍微評比一下說 它到底跟我們在當地韓國吃到的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來主觀的看一下它的身高體重 它上面撒那個花生碎啊 在韓國就沒有 為什麼 韓國就是辣醬 韓國就是辣醬 而且韓國的辣醬蠻辣的喔 我在吃的時候 說不定韓國也有甜的辣醬啊 是你沒吃到而已啊 沒有啊 它就是甜辣醬啊 它就是韓式辣醬 就是甜甜辣辣的 甜先進來 然後辣會從後面一直辣 一直辣 所以韓國的辣也很明顯 很明顯 韓國辣很明顯 我來試試看它的辣也很明顯 恩恩恩 肉質很多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感覺 吃起來啊 就是比較偏向於 辣感比較少 甜感比較少 可是它的那個雞汁我就覺得還是很厚 因為這個我們也等了15分鐘左右 差不多 大概是現場 沒有 辣來了 它是甜感先 然後辣感在後面 欸 跟韓國的一模一樣 所以是一樣的喔 一樣的 它的辣感是在後面 不是你可能喝水或是在吃東西 在講的話 那辣感就會在喉韻這邊 那真的辣椒是很棒 好 這個 五字機會囉 但是 我還是要告訴各位我心中的那個 排名你知道嗎 因為這很重要 我個人的排名 但是你不要被我影響啦 我個人喜歡的那個喜好而已 我 還是比較喜歡 茫斯蘭 因為它主打嘛 它就告訴人家說 我們是媽媽的味道 它是真的有 然後它那個韓式的那個辣椒在外面 有點頭吃飽啦 不能這樣 其實這次的比比它是 有一點佔一點優勢啦 然後第二名呢 我比較喜歡的是 胖老爹喔 其實胖老爹它的肉汁 是真的蠻多的 不過 等待時間真的是有點過長啊 所以它跟KLG我是有一點點 排名有一點點小掙扎啦 它真的等太久 然後KLG 非常的好吃 那個肉質啦 它的肉質 我是覺得好吃 但是它的粉皮 因為偏厚 我個人比較喜歡 就是粉皮比較適中一點 不是薄一點的 然後 像 KFC跟 麥當勞 我是給 肯德基比較高的評價 然後最後才是 麥當勞 那我覺得肯德基 自我 我還是會去買 我平等級啦 如果麥當勞的話 我等一下漢堡 吃薯條這樣的概念 所以 如果你也是 喜歡炸雞的這次 就差不多這樣 評比給你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簡單的 CP值比較 經過精密的計算之後呢 雞腿 最便宜的 是KLG 雞腿快 最便宜的 還是KLG 所以如果是 價格取向的話 KLG是你還不錯的選擇喔 好啦 我們今天的評比就到這裡 影片 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讚分享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部影片見 掰掰 下部影片